接着我们就来探讨习性 习性其实就谈的就是我们在后天 这一生所受外在环境的一个影响 每一个人他随你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那么当然就会有不同的一个习性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敬诸者斥 敬莫者立 比较要注意的是习性它有善也有恶 只是一般人善习难成 恶习容易感染到 而我们在这边探讨习性的时候 是强调注重在肉体享受的 这些不良嗜好 只是定位在这一个区块里面 那为什么要谈到习性 因为习性跟秉性之间 它们有一个相当大的互动的影响 秉性的根在心里面 习性的根在肉体上 这是我们过去在研读王凤云形录的时候 就曾经跟前嫌门说过的一句话 可是当一个人的物欲越强的时候 表示他的习性越重 这个物欲就是财色明石碎种种 你的贪求心越大 你的习性越重 那习性越重 个人的私心就越来越强 我喜欢的就一定希望能够去拥有它 得不到的时候 你就会有那种懊恼之心 你就会生气 你就会上火 就会有诸多的不满 所以习性跟秉性 它之间的关联 习性的根虽然在肉体 但是它会直接带动秉性的一个产生 所以习性如果不去 你秉性是不能化的 也就是你不可能改掉自己的脾气 所以我们在研究各教经典 如是道的时候 三教圣人不约而同告诉我们 欲为天下大病 你修道一定要先寡欲 寡欲就是刚刚后学所讲的 财色明石碎 佛门称之为五盖 这五种日常生活的东西 如果我们贪求越大 它就像乌云盖日一般 遮住我们黎明的本性 它不能够显发 它该有的正常的作用 所以秉性大 脾气就大 而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的时候 他的需求不一样 他的负面情绪就不一样 所以有一些人对吃的不在意 他好色 他好明 你贪哪一样东西 那一样东西 就会带给我们莫大的一个刺激跟影响 进而激发出我们负面的情绪 所以我们所有行诸于外的情绪 其实就是秉性 它的一个外向 我的秉性是什么 秉性的根在心里面 你看不到 可是当你情绪涌发出来的时候 你的喜怒哀乐 爱欲症 这些行诸在四肢百害上的一个外向 它就是我们秉性的一个具体呈现 所以秉性是胀壁天性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而习性是助长或者衍生激发秉性的一个助源 秉性的根是什么 就是自我 所以我们在读金刚经的时候 不是屡次的提醒大家吗 你要跳出六道轮回 解决分段生死 你要先看破四大肉体的那个假我 不要为了满足它 去造作很多不该有的一个行为 你才有能力跳出所谓的六道轮回 迈向四肾法界 所以这个习性秉性 他们之间互相影响 互相作乱 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然后假以时日 我们的身体就开始有一些病态出身了 我基本上跟各位前嫌讲 在后面上我们会读到 后学如果时间够的话 会把我们一般在肉体上 头部各部位 你的生病的原因在哪里 然后跟大家做一个引导 现在坊间不是有很多的失智吗 其实那个失智也跟这个有关系 比如说你长期以来 对于你过往的一些的记忆力 你不满 但是你不能够去忘怀 你化不掉那股气 你积在心里面 他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 尤其老一辈的人 他在年轻做媳妇的时候 他是很辛苦的 然后有一天 他做了媳妇 做了婆婆的时候 他又不能够像过去他的婆婆一样 那样子的耀武扬威 所以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夹层当中 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满 他不满他过去所受的种种不平的遭遇 他不满他现在所处的环境里面 为什么没有得到一个对等的一个待遇 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脑细胞的一个什么 一个发展 那等一个人真正进入到失智的状态的时候 各位前写 那是没有办法心理讲病的 因为心理讲病 要能够看清自己的最过错 而他已经失去这样一个能力了 所以心理讲病也有一些地方是有一些对象 是你不能去做的 是你达不到这个效果 做了也达不到效果 我们看到了秉性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那么我们就不妨去回想 这一路走过来 我们最看不惯的就是有一些人 他有不良的习性 尤其我们走进道场 我们亲口以后 我们觉得自己的饮食习惯 好像与众不同了 又觉得自己没有吃喝嫖赌了 觉得自己好像高人一等 我觉得我们都不错了 我们修行有进展了 那可是前写 我们的脾气呢 我们对于自己的脾气 有没有姑息养奸习以为常 所以如果我们一路上 你自己一些比较简单的 这些习性的一个去化 我们达到了 我们就以为自己飘飘在天堂 而忽略了化自己的 那个秉性的时候 各位前写 秉性才是上道之王 他是一切罪恶行为的 一个冤手 刚刚讲过嘛 秉性的根在心啊 一切法从心响生啊 要往上飘飘在天堂 往下沉沦在恶道 都是关键点在于这一颗心啊 所以我们综合前面跟各位前贤 所分享的秉性以及行性 我们接着就给他做一个结论 习性秉性 它就是覆盖在我们自性上面的 那个阴暗面的东西 佛门通称为无明 这个阴暗的东西 它覆盖久了 它就会激发出阴气 阴气越积越多 身体肉体就会生病 所以我们不间断的在 王凤一言行录 会看到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波音曲阳 波音曲阳就叫做化性 真正能够彻底化性的时候 各位前贤 那个区块所染患的疾病就能够疗愈 所以疾病虽然发生在肉体上面 它跟真正萌生的一个真结 根源是在我们的心 所以过去我们在研究经典 常听到前辈者讲一句话 心是三界信心生的一个枢纽 对我们一生的作用 它起绝对性 关键性的一个影响 我们走修行的路 要厚执自己的德性 那么你在谈道德修养的时候 就不可以忽略到对心的一个呵护 还有引起关照 那我这边也要先讲在前面 每一种疾病 它衍生 虽然都是由气跟火所激发的 可是疾病所落映在不同的区块里面 你要去忏悔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所以心理疗法在这个区块里面 可能我们要去再做更深一步的探讨 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波音取羊 可以让我们取得恢复身体的健康 我要如何才能做到 道场上常讲自信做主 如果真的能够自信做主 你必然身体健康 为什么 因为自信是纯羊 羊主生 我们在研读道德经的时候 不是就提到这一句话吗 羊主生 阴主杀 一个人脾气如果大 秉性做主 主观意识特强 秉性就是阴 阴就主杀 身体就一定多病多痛 所以我们在往里面回光反照 要疗愈自己肉体疾病的第一步的时候 先去察觉 我的阴气从哪里去衍生出来的 是哪一个人 哪一件事 你把它找出来以后 找出来以后 知道了自己的措施在哪里 第二步才是最困难的地方 他需要你发自内心 真心诚意的认错 悔过 你才能把那个阴气的根 连根给淘掉 淘掉以后呢 你聚集在体内的阴气 才能够排出体外 你那个阳气才能进来 什么叫做阳气进来 因为当你透过忏悔改过之后 你的自信拨开的乌云了 自信里面有无尽的法乐 他会永生出来 于是我们的病就渐渐的痊愈 这个叫波音取阳 那有一些的疾病 特别是胃病肠胃系统的人 他的效果是当下利剑的 那你在疗愈的过程里面 如果你真的明白了 你真的是由衷忏悔 你在肉体上会有下面这几种反应 他一定有这几种反应 第一个叫做呕吐 而且你忏悔的五脏六腑 不同的区块 你呕吐出来的内容物是不一样的 他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后学在运用这个方法 疗愈我的胃病的时候 还有后学的鼻子的问题 鼻是处于呼吸系统 西方属筋 筋是白色 他两个呕吐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是分开来再去进行心理讲病 后学的胃 这数十年来被我糟蹋的叫做体无完肤 他有严重性的所谓的 什么入米烂 溃疡 胃出血 里面整个都是赤红的 而且胃壁已经被磨损到光滑如尽 医生给后学看那个 那个所谓的超音波的时候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他说你的胃的褶皱都没有了 脖的像一张纸一样了 你看你的有些地方都出血了 难怪我曾经在家里面某一些时间 会突然觉得疼痛莫名 十几分钟 我不知道我的胃在我这样的一个 惩能的状态以下 已经被毁损的 到了如此恶劣的状态 我就想到校经里面所讲的小校 身体法夫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校之时也 我常讲我现在在行大校 可是我居然连小校都做不到 我爹娘给我这副肉体是多么健康 我用了五十多年 没有任何病痛伤风感冒 主不知这前面的五十多年 是我诚意己的私意 任由自己的脾气 任性而为埋下的祸根 当它小苗长成大树 它就伤害到我的身体 产生具体的症状了 所以当它有的症状出来的时候 其实那个阴气已经聚集的差不多了 所以后学连续好多年 中药西药三百六十五天不间断的 甚至是一顿中药一顿西药 那个时候美满还在 我就问美满这样做可以吗 他说你最少要间隔一个小时 还有保养的药方也进来 为什么 因为太痛苦 可是吃了很多年 吃就没问题 没有不舒适的感觉 一不吃 过不了几天 他就固态覆蒙 我吃了一年多 我受不了那个药了 因为它也影响到我的食欲 和学又回过头来 想到心里讲病 我才用了什么 用了一个反省的功夫 第一次治肌瘤 第二次就治我的严重的胃病 结果我在反省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犯的错是如此的明显 再加上这么多年来 在道场上研究经典 所以圣人的毅力 我已经根深蒂固 我要检点自己 它是毫不困难的 加上我又体会出 我不认错 我也躲不了自己要去承受的一个错 所以这个情况 大概就是在107年的时候 9月21号 为什么 因为后学那个时候去进行胃镜 然后一年的药物的一个治疗 到了108年 108年的时候 后学都有做一个记录 应该大概的时间 是在108年的8月 我就放弃吃药 开始进行心理讲病 在那个自我疗愈的过程里面 很奇怪 后学吃完东西 吃完东西 坐在那边禁私 就突然想到了自己的点点滴滴所犯的错 过去自己的忏悔不够彻底 在道场上对前辈者的一些的顶撞 然后同修倒扮的我的一个无礼 别人的一个包容 然后包括我在家庭里面 然后种种的点点滴滴 就一股脑的全部涌上来 那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一个打击 一个震撼 所以我就觉得很痛苦 那个痛苦是觉得自己修到修这么久 怎么会如此的交出一个空白的试卷 就在这样不间断的回形 不间断的一个煎熬 这个往里面的关照的时候 后学就显而易见 大概经过了20多分钟的时间 后学开始呕吐 那个呕吐我就跑到厕所去 他吐出了很多黄色的棉液 黄色的非常粘稠 因为他就在马桶的水面上 你看得很清楚 然后最让后学事后觉得奇怪的是 我才吃饱饭没多久 这样的一个反胃的呕吐 应该要把刚刚吃的东西也吐出来吗 他为什么没有 他吐的都是粘稠的东西 我就开始去翻阅 这个信誉讲病 王凤言行录 就发觉 如果是治疗胃病的东西 你如果真的是 真明白真忏悔 他出来的呕吐物就是黄色的 所以那一次以后 后学足足九个月的时间 各位前显 中药西药保养品一概不吃 维持了九个月 可是我也要坦白承认 九个月以后 疏于关照 一些脾气毛病 又固态复猛 所以这个胃的不舒适又来了 可是已经没有前一次的那么严重了 那当然是我们反省忏悔完之后 你还要照着自己反省完的结果 去修正自己的行为 也就是照自己的本分去做 那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如同后学刚刚所说的 江山易改本性难一样 所以我尽管曾经有疗愈过成功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机会 可是后面我如果出于关照 我在不间断的动气的时候 还会旧病复发的 那怎么办呢 那很简单 再一次的进行忏悔 那这个身体又会很快的恢复正常 那后学在星期一的时候 因为这一路走过来 从08年之后就几乎虽然有不舒服 也没有什么很像刚开始那么严重 也不影响自己的食欲 也不会痛到有没有好像站不起来 所以我也就没有那种想要去疗愈 他的那种心态 那因为今天星期三 要跟各位前贤分享心得 所以我星期一的时候 又找了一个时间开始进行 一个回光返照 前面的十几分钟一点效果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跟上天讲 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只有一样东西没化掉 我就针对那一件事情在忏悔 可是效果一直没有出来 后来我就发觉 我在自欺欺人 我过去忏悔的东西 它还没有连根进化掉 它还潜藏在我内心的深处 于是我一点一点的又把它挖出来 这样挖出来以后 我认错了 很自然的又带动了我肉体上的一个变化 这一次没有呕吐 后学是打嗝 就不断的打嗝 打嗝之后就觉得有一股气出来 然后一直到今天 OK 身体都觉得胃部这个区块都还不错 所以我们只要反反复复的 有经验的那条路进进出出 没关系 人不怕有错 怕我不知错 知过能改善到大烟 这样反复的断念以后 我们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 那性情呢 当然就会有很大的转变 那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好 胃还没有完全好 就表示我的性情还没有完全修复过来 所以偶尔会在态度言语上 冲撞了我们情嫌 还请大家多多包涵 所以在这边后学要补充 刚刚讲 我们修道人如果真的自信做主 自信是纯阳之气 自信无我 秉性的根就是我 所以秉性带动的是阴气 那这个阳气他主身 那这个阳气主身的时候 他就会带动我身体上面的 所有的细胞的一个 一个新陈代谢 所以后学从西医的上面 又找到这样的一份资料 来印证王凤宜先生所讲的 那个忏悔改过 确实可以疗愈我们的身体 然后自信做主 阳气主身 这是绝对千真万确的 在医学上面有这样一段记载 他说所有生物的基本组成 就是那个细胞 我们今天谈的是我们自己人类 我们人类的肉体 是由数十亿个细胞所构成 这么多的细胞就架构出 组织成我们人体不同的一个结构 比如你有骨骼 你有肌肉 你有筋脉 你有血 有这些的 然后透过这些结构 我们可以吸收食物的营养 提供这个肉体的一个所需的能量 还有其他不同的功能 因为有这些细胞的存在 我们身体才可以正常运作 然后这些细胞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会不间断的日以继夜的在更新 在代谢 所以我们如果天天进入一个回光返照 做到进度紧的时候 你天天有阳气灌进来 所谓的阳气不从外找 你把里面的阴气给它抹掉一部分 自信能够展现一分的光明 自信属阳 它当然产生的就是阳气正面的效果 它就能够让这些细胞 它的再生能力加强 那阴气呢 阴气阻杀 这些细胞的代谢就弱了 那这些就是资料 你看为什么那个胃病 它能够当下力见功效 这个肠细胞两到三天更新一次 胃细胞七天更新一次 各位前嫌 在极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的肠胃细胞 你等于多了一个新的了 当然这个更新不是到了那一天长出来 是24小时日夜不间断的 旧的去了新的生了 白雪球的细胞 13到20天更新一次 肺部的细胞 二至三周更新一次 所以后学在进行 鼻子的一个疗治的时候 鼻炎 后学有慢性的鼻动炎 也是很莫名其妙 明明只是一个小感冒 结果竟然给我埋下了慢性鼻动炎 我连续三个月的时间 都跑到一个很有名的耳鼻喉科医师那边 因为诊所三天拿一次药 我两天就要去一次 因为有的第三天不是他在上班的时间 我跑那么远的一个地方去拿他的药 我几乎两天跑一次诊所 我没有间断过 所以请写 我足足了治了三个月 到最后那个医生都跟我讲 真的不了解 为什么你的鼻子始终不好呢 然后他告诉我 很不幸的是 你已经得了慢性鼻动炎 假如说我得了乐透 我还会欣喜若狂 得了慢性鼻动炎 纵然过去不曾得过这个病 也知道他不是好事 一听到慢性就知道他要如影随形 跟我长相失守 从那一次以后有没有 后学也懒得去看医生了 就常常鼻涕倒流这些的问题 鼻塞有一点点的所谓的气候的变化 稍微疏忽了这个温度的一个改变 那个鼻子就开始有鼻塞 就要开始吃那个 鼻炎的药让他鼻通 有一天后学就下定决心 来治治看吧 从呼吸系统去疗治 这个是比较容易根治的 为什么 因为鼻子的毛病就是抗伤 所以各位前嫌 了解自己就是有这个好处 这个人错犯的多了也有个好处 因为很容易看到自己的无名在哪里 所以那一次的在自我反省里面 因为是第一次疗愈这个呼吸系统的器官 所以他又是呕吐 那呕吐出来的是白色的黏液 他甚至到后面有一点像那个白色的泡沫 很多啊 他会不间断的从你的那个口腔里面就一直往外涌现出来 好像那个鱼在吐那个泡沫一样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经历啊 你只有经历过以后 你才能够体会的出来 那皮肤细胞28天更新一次 所以如果我们皮肤有病的话 他就可以从这方面去治疗 可是皮肤的疾病 他关系的层面特别广泛 他不单是对人 他还对物比如对钱财的东西 所以皮肤在疗治的过程很辛苦 那我最近有没有也是觉得这个皮肤得了湿疹 好几年一直治不好 一直在擦药 也想去疗治 可是人就是一个惰性啊 觉得擦药膏比较简单 就不要一直在省思吧 而且他的对象太广泛了 所以这还是后学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一个盲点 但是我终究会去试一试的 那第六个就是红血球的细胞120天更新一次 肝脏细胞180天 所以我们的肝脏可以移植啊 骨细胞7到10年 注意到没有 越到后面 如果你在这一个结构的细胞毁损越重 他富裕的能力就越弱 所以你不能说我明天摔断腿了 然后我心里讲病了 然后明天骨头就伸出来了 那个叫做骨天下之大击啊 天方夜谭 那就是把圣人的东之剑 正之剑有没有 你把它错解了 心脏的更新周期是20年 所以心脏如果有问题 像冠心病的人 各位请显 确实在心脏的疗愈过程里面 讲病要花费的时间是比较长 但不是不能哦 因为你有好的开始 它的那个阳气进去 那个细胞就开始可以增生嘛 比较可以要去留意的是 眼睛跟大脑的细胞 它没有再生的能力 它跟我们的寿命相同 也就是你生下来带了多少下来 你在存活的过程里面 只会消耗不会增加 所以你就要适度的保养 不要常常在没有光线之下 看手机啊 不要天天盯着那些的 那些的电视节目在看 这些都是在一些 比较粗浅的道理上面 让你不要去伤害自己的眼睛 因为这个东西只要伤害了 它就不可能复原 顶多你吃药啊 吃保养品 是维持在那个位置 不要往下恶化而已 那我们综合前面 我们全身的一个身体的结构 大概可以有一个数字出来 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身体有98%的细胞 都会被重新更新一次 这是西医上面所提供的资料 所以各位浅显 你分分秒秒 你都在变化当中 人言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问波斯尼王 你三岁看恒河水 到你23岁 33岁 你63岁看恒河水 恒河水有变吗 波斯尼王讲 恒河水没有变 佛在问 那那个能看的你有变吗 波斯尼王讲 我的色身有变 但是那个能看的我是没有变的 那能看的我就是你的自信 你的色身在老化 可是你的自信 它没有老化这句话 如果我们让自信能够做主 那你色身老化的那个时间 它就会缓慢了 所以在生物学里面 不论是低等的兴趣 或者万物之灵的人类 任何一个物种都有再生的能力 所以我们是有免疫力 我们有很多的疾病 西医中医都告诉我们 你可以自己疗愈的 你可以完全再生的 所以后学大概在三个多月前 去看那个中医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因为他很有名 他说其实胃病啊 你要靠药物治疗是不可能的 你还是要好好在饮食习惯去关注他 后学的饮食习惯 现在已经改得极为清淡了 所以尽管我如此在饮食上面照顾 只是让疼痛减缓 并不能够完全没有 他规格起来就是 阴气在我不知不觉里面 已经覆盖在 我的心的世界 所以让那个自信的阳气 不能够朝气蓬勃的显法 所以最终后学还是回到最根本的一个方法 就是用心理疗法 所以在心理疗病中最常见到 也最容易疗愈的就是消化系统的疾病 比如胃溃疡后学有 胃胀后学有 比如医科食物吞食困难 食道炎食道癌食道溃疡 胃食道逆流 各位请写他都有 那至于胃食道逆流的东西 是因为你的那个横隔膜已经老化 一直松弛 所以你只能够去在饮食习惯 搭配这样的一个奖病 让你里面不要有那么多的酸异的一个永生 去减缓 那个那些东西的往上冲 他没有办法让你那个横隔膜 在一瞬间就能够从疲乏的状态又恢复弹性 这些都需要时间的 所以胃的问题就是长时期生气 情绪积压所造成的 我们线上刚好有一位前嫌 因为胃不舒服 连上连续吃了四个月的药 这个因为后学知道他今天在线上 昨天有跟他碰面 所以如果情绪上不能调整 那么吃了四个月的药得到缓解 那么根还在那里 可能在某年某月某一天 他又会救病重生 所以落实性理疗法 他最先要做到具足的条件就是 先要改变我们的思维 所以才在各教圣人的经书里面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得 就是理不明道难休 你要改变自己的思维 我刚刚已经提过 不是用你的主观意识去改 你的主观意识就是 因其滋生的一个什么 一个癥结所在 你必须依着圣人的道理 圣人的要求 去做一个内在的一个进化 所以你不明白道理 你怎么能够进化 圣人不间断的提醒我们 把我们习惯眼睛往外看 去挖掘别人过错的那种 惯性的作为把它改变过来 回过头来看自己的错 甚至我们可以很坚定的得到一个认知 就是我看别人犯的错 我就不高兴 我就想去数落他 这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 十恶不赦的事情 所以后学在落实这一点的时候 我就规格出来 确实在自我检讨过程 也有无数次的一种反弹 不甘心 明明很多事情都是别人先错在前 他有90%的错 我为什么就要承担了10%的错呢 为什么我就要把他的错 揽在我的身上呢 我一定要装得这么伟大吗 所以这一种不甘心 就是你在反省的过程里面 你要去调节出来 到后来我在反复的思维 反复的进化里面 我就推演出了一个道理 我告诉我自己 所谓的冰点 所谓的溶点 都是要达到一定的温度以后 这个火 这个水 这个火才会沸腾 才会点燃 这个水才会凝固的 不论别人犯了 不论别人犯了99.999%多么大的一个错 如果没有我0.001% 微乎其微的一个错 他也不至于形成一个过 所以我不要为别人99.999的东西在忏悔 我不是为他在忏悔 我是为我自己要去承担的那0.0001% 不论那个比例多么微小 终究是我的错 我难辞其咎啊 我要面对的是这个 我要忏悔的是这个 干别人何事 你有什么好不平的呢 就在这样的一个觉悟之下 现在要认错 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了 所以凡事起头难 只要你有了开始 后面就容易了 因为常见急过 所以有的时候就不敢随便的大放厥词 昨天后学跟我们月儿姐 受我们美珠姐的一个邀请 初一时我到佛堂去 然后去享受美食 就有机会跟大家在一起聊天 常常进出戴德佛堂 每一次过去到回来的路上 我都会不由自主 很立刻的进入反省 我今天在那边 有没有动过念头不对的 讲错了话做错了事的 如果有回来就立刻忏悔 其实即便是这么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照 我总是很能够轻松的发觉 今天说错了 今天想错了 所以我在研究四十二章经的时候 读到了难行能行 难舍能舍 各位情贤 真正难行的是什么 不是三师啊 不是菩提道啊 是你肯不肯 不要依着自己的主观意识 去做任何一件事情 去评断任何一个人 真正舍不掉的 不是你身外的财物 不是你的名利亲爱 如果一口气不来 那些都一定要拿掉啊 你带不走的 最难舍的 就是不要胆六万多年前的事 这一生从小到大 我们基存已久的那些秉性啊 秉性的根就是自我 有自我就有主观意识 各位情贤 所以我们学习道理 只是为了强化自己的免疫力 只是为了唤醒我们的自信 我们就学会把那个小我 把那个假我 我们慢慢的让他淡化 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力 不要让肉体发号私利 让我们的真主人 委屈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当中 不能够发挥他的大用 所以刚进道场里面 前辈子没有引经据点 给我们讲任何一个玄乎 又玄的道理 可是送给我们的六个字 叫做改习性化病性 这六个字是后学二十多年来 涉猎各教经典 我综合各教圣人所说的 修行的一个大方向里面 粗细为玄妙的意理综合起来 其实没有离开这六个字 所以各位前写 刚进道场求道的时候 前辈子该教的都教了 剩下的是我们有没有把我们懂的事情 明白的事情我们去做了 那综合王先生 他在心理疗法这个区块里面 他说出了人会生病的一些的原因 第一个前世因果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因果病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一生里面 在我们的起心动念 往往没有离开贪嗔吃三毒的一个什么 一个凝聚 所以我们的思维太过于阴暗 太过于负面 常见人过 常思人过 这些都是新念的阴暗面 第三个 德性的一个缺失 也就是在五轮关系角色的扮演上面 为人父母 为人子女 手足之间 朋友之间 上下之间 不同的伦常 他有不同对应的态度 他有你应该要去履行的一些的责任 你没有尽到那个本分 那么报应就来了 所以王凤怡先生 他在书里面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轮常如果不缺 他就不会生病了 各位前嫌 轮常如果不缺的话 就表示你的德性是完美无缺的 你轮常要不缺 就是没有自我的那种意识心 你才能够尽到而不要到嘛 腹不辞 子要孝 胸部有地要公 你不忍我要义呀 往往你的信念不平和的原因就是 为什么都要我来退步呢 你只要这个观念根深蒂固 各位前嫌 那就旧由自取 或由自招 最后那个罪还是由自己受啊 第四个 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 个性偏差导致情绪的失和 喜怒哀乐爱欲欲 中医叫做七情治病啊 中庸不是有讲吗 喜怒哀乐未发未之中 这是我们的本体 我们的自信 自信如果做主 发而戒中节未之和 和就是你的喜怒哀乐 他没有过于不及啊 所以至中和 天地未焉万物欲焉 天地如果得一 天地有道 天得一则亲 地得一则宁 道德经里面讲的 这个就是中和啊 那天地正位 万物就能欣欣向荣 因为五日风 十日雨 风调雨顺嘛 那现在的天地 它失和 是因为人造成的 因为人不照天地 天就不照甲子嘛 因为天跟地的心脏在哪里 天跟地的心脏 就是人才 人就是天地的心啊 人如果不正了 天地就败了 就坏了 那今天我们不讲 外在的环境 我们没有讲世界五行 我们讲个人的 自身的五行 那我们个人的 至中和 我守到了 我寻到而行了 我天清地宁了 我阴阳二气调和了 各位前贤 你心内的无名众生不弃 谈经不是讲吗 那个称恨心啊 那个骄傲心啊 那个气狂心啊 都不见了 各位前贤 你的无名众生不见了 你有的不就是 那一点良心吗 所以天地如果是何 疯狂宇宙万物遭殃 我们都感受到 这个天灾的可怕了 那人世中和呢 人世道呢 百病重生 自受其害 原因就是在于 天地是一个大宇宙 人生是一个小宇宙 人处在天地之间 五脏六腑 我们的五脏六腑 都屏受着天地的 五行之气所生 所以与天师和 就是跟武器 风寒鼠灶 师师和 换句话说 在温度的调节里面 冷天啊 热天啊 你没有做一个 适当的调节 生病了 这个是我们在读 这个王凤言行录 他谈到 道心有一个环节 叫做适应心理 你如果适应心理 你把它找出来了 各位前 你自然能够在这些 外在环境的变化里面 很适合的 很恰如其分的 调整自己的衣物 那与地失和呢 与五味酸甘 酸苦甘行 咸失和 就是吃的东西 口味过重了 偏辣偏咸 偏油了 各位前嫌 这不都是我们现在 讲的养生之道吗 那与人失和呢 就是喜怒哀乐 爱欲症的情绪 你过于不及了 过就是发放于外 伤到别人了 不及就是埋在里面了 你不吐出来 但是你化不掉啊 那个五脏六腑里面 胃是在中间的 中央物及土吧 如果你以中间来讲 那个土如果积聚了 很多的怨气 各位前嫌 那个土都干了 都硬了 大概在十多年前 后学没有经过 公婆的同意 去整理我婆家的 那个所谓的 狗马笼 他们是四十多年来 从设了家庭里的 那个牌位以后 就没有动过 那是不能随便动 后学就觉得 把它动一动好了 就像我们的八卦炉 要那个香灰 要让它能够松散 擦香比较好擦 我这一到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香炉的 下面的四分之一 都硬得像石头一样 那个敲在头上会 会让人头破血流的 一个人如果情绪长期积压在心里面 没有内化的能力 各位前嫌 那些人会叫做 够整晚了 所以我们只是讲重养生 还要运动啊 养生要动啊 饮食啊 不要这个所谓的三餐暴饮 暴食啊 不要过犹过严 似乎考虑的面面俱到 可是我们独独忽略的人和 可是独孟子不是讲到吗 一个国家要国父名强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这就已经讲出了 为什么21世纪科学进步 医学不断的一个突飞猛进 可是我们的人的疾病的进化 远比医学的进步要来得快 所以学性理疗法是教我们从人和来调适自己 人和五轮关系各种角色的一个扮演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要提醒自己寻道而行 也就是受自信的左右 所以色身肉体的所有的病 就代表我们的无名厚重 王先生说性是根命是果 根烂了结出来的果就出问题了 这按照五行性而言 金木水火土 代表不同的一个个性 不同的一个长相 对应的不同的五脏六腑 我们个性哪里不好 它就在哪一个区块就会衍生病态 所以我们把那个个性化到什么样的程度 你的病就能够好到那个地方 所以综合一句话 病是应有过 过因为心起 因为自己起心动念 不对了 偏了 所以治身体的病 要先疗愈这个心 所以圣人才会调身不调心 人家不调心 人家调心不调身 人家虽然不强调肉体的一个养护 但是圣人肉体都是这样的一个健康的 所以遇到任何事情 心里的疙瘩不解开 阴气不化 各位前嫌 你纵然是吃药 开刀了 各位 也是是把这个东西割掉了 那个阴气没有去 它是有缝就砖的 它会在你的肉体里面四面的串动 所以这个地方割了 你觉得好了 这边吃药了 觉得不痛了 它的阴气从另外一个地方流窜起来 又有另外一个病出来了 它就没完没了啊 所以今天只能跟各位前嫌 谈到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后面要进入到五行性 如何去认识自己 它就必须摆在下一堂课 那这些东西应该要讲清楚 因为如果不讲清楚 模糊的话 与各位前嫌也未必有实际的一个受益 所以后学今天这堂课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在下一次上课 再来继续进行我们五行性理的一个简介